那就是針對金華城案 柯文哲被吳寶請回第二天 今天北檢有了新動作 火速擬好了抗告書 今天傍晚的五點鐘 已經將卷宗送到了北院 等待抗告書送到高院之後 就會立刻分案宣令 主席開不開心 主席 有沒有鬆了一口氣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畢案 二號凌晨三點多 記憶庭結果出爐 北院裁定吳寶請回 臺北地檢署檢察官 今天下午趕往看守所 訊問其他四名被告 北檢不服以擬據相關室友 依法於今天下午五點 向該院提出抗告書 請求轉成臺灣高等法院 撤銷原裁定 同一時間 時任臺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的委員律師 對於積壓禁件的結果一樣不符 目前已經將卷宗同步送到 臺北地院 稍晚北院會將兩份抗告書 一起送往高院 等待高院分案後 才會進行審理 預計明天最快就會有結果 如果抗告成功 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將要重開積壓庭 裴檢終於提出了抗告 尤其之前伸壓柯文哲失敗 今天晚上正式抗告 甚至檢察官下午 還先親赴了台北看守所 借訊了四名被告 像是應小薇 沈欣欣跟彭震生 因為對裴檢來說 此案有殊不得的壓力 外界就分析 如果在證據裡 由不完備的狀況下提出 恐怕會被高院駁回 接下來恐怕也不能再抗告了 台北地檢署公務車 開進台北看守所 天下第一中組 監察官再度出擊 親赴看守所 訓問再押四名被告 疑似掌握到新市證 我們只能說我們認為有一次不罪 是 對 因為這個案件就是比較矚目 所以安全不怪我們這人 比較不方便 彭震生委員律師收到通知 李月楊黃品松趕赴看守所 另外省慶金委員律師胡元榮 同樣也抵達加緊腳步要旅見 北檢何時兼賽跑拼抗告 3號下午先到女子看守所 訓問應小薇 在趕往北所訓問省慶金吳順明 以及2號才剛進去的彭震生 檢方抗告只有一次機會 因此如果被駁回的話 就不得再提出證據 想要把柯文哲送進去 這扇門 得要補強更多新證據 8月30號 北檢中族主任檢察官江振裕 帶隊前往搜索柯文哲家 原本預計9月5號才要有動作 卻因為多名涉案被告證人 趕著出境 擔憂他們逃亡 北檢只好被迫 提早收網 如果他這次抗告又被駁回的話 第一個 對於他未來偵辦這個案子 會有很大的困擾 第二個就是說 北檢可能會遭受 來自於民眾黨更大的一些 所謂的刻意做政治操作的壓力 那這一次的確 我認為北檢是有輸不起的壓力 臺北地檢署身為天下第一檢出手 對抗柯文哲派出天下第一中組 身負重任 肩上壓力難以想像 卻被民眾黨扣成政治辦案 北檢有著殊不得的壓力 外界原以為會壓線第十天再提抗告 沒想到柯文哲吳寶請回第二天 北檢馬上提出抗告 能否逆轉勝眾所矚目 三令新聞綜合報導 但不只北檢提抗告 現在彭震生的律師也要提出抗告了 尤其柯文哲跟彭震生 兩個是同天照科的積壓庭 結果大不同 柯文哲吳寶走出去 但是彭震生被積壓 外傳彭震生對此無法接受 因為媒體報導 過程當中彭震生不斷的碎碎念 說自己什麼都講了 是長官交辦 他也沒有拿錢 為什麼被壓的是他 因此彭震生的委任律師 今天下午也前往了北院提出抗告 而原以秉照柯文哲 律師說彭震生的專業 也不在都市計畫 而是在土木工程 主席怎麼看彭震生說他被壓 但你卻沒事 他說他沒收錢 你在裡面只有吃甜麵包嗎 你說不可以這樣 這不會還 不會還那邊 話說一半 但柯文哲快步走進會議室 如今重獲自由 還能有說有笑 但彭震生刻就笑不出來 押近台北看守所編號2605 昔日首都副市長彭震生 如今淪為階下囚 我先過去第一張 謝謝 彭震生的委任律師 3號下午抵達北院 提出抗告 希望能讓彭震生敗部復活 我們的目標當然是 能要在最短時間內 提出最充分的理由 來和法院說明說 就是本案其實並沒有 積壓的原因和必要性 當然我也希望說 他在接下來的正案程序中 能夠維持身體的健康 9月2號凌晨積壓庭結束 柯文哲無保請回 彭震生遭到收押 法庭內幕曝光 傳出彭震生當下不斷碎碎念 說為什麼我被押 柯文哲卻沒事 什麼都講了也沒拿錢 似乎無法接受 而當時被關在後省市 恰好遇見 柯文哲前來領取私人物品 阿伯還看了彭震生一眼示意 好像在說我先走一步 彭震生驚嚇之餘 面無表情 只能望著柯文哲背影離開 彭震生光被偵訊了一兩天 他就身體不適 他就嘔吐 更何況 他要被壓兩個月以上 現在天氣這麼熱 這些人能不能撐得住 這些都是問題 目前衛京集團主席 沈慶晶英 台北市議員印曉薇 以及彭震生三大咖 人生受限自由 警方判他們能咬出 柯文哲涉案的關鍵證據 而他們則希望遭日離開北索 重獲自由 37 五 孤月 周晨英軒 台北 請報導 不過這一次彭震生被揭押的關鍵 是因為台北市現任的 都委會執行秘書邵秀沛 被北檢懷疑有徒利 甚至潛逃之嫌 因此昨天直接 主動徵訊之後 送到了北檢署附訊 今天清晨大約四點多 無保請回 但是有限制出境 但為什麼要約談他呢 因為外傳他對於 金華城案當中 由於這韌性城市貢獻的名目 將金華城額外提供的 20%容積獎勵 邵秀沛似乎出力甚多 但是看起來 現在柯文哲跟邵秀沛 接連被放出來 有法界認識認為 北檢這次想趁著抗高之前 將證據蒐集齊全 同時不排除 這也可能是檢方的策略 而議員尤書惠也在節目上表示 之前就提醒過邵秀沛 獎勵容積案有問題 金華城貪婚案關鍵證人 邵秀沛神情憔悴走進北檢 擔任北市都委會執行秘書的他 被認為是全案關鍵拼圖 被說到前面 我們就已經忘了 歷經十小時訓問 他被檢方無保釋回 並且限制出境出海以及住居 因為他涉犯圖利罪嫌疑重大 救 我為什麼要補救 為什麼要補救金華城 承戰議會質詢公開替金華城案爭取 邵秀沛在都委會會議中 還指導金華城如何利用都市計畫法 額外增加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 最後被監察院認為與法無懼 裁定書中提及邵秀沛一位最潛逃中 雖然他反駁有請假 但如果涉案甚深 難道不怕他跟柯文哲串共嗎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之所以會被羈押 也因為他和邵秀沛疑似有勾串之餘 且邵秀沛和應小偉的助理吳順明 過去是市府老同事 加上吳順明是維京集團子公司顧問 過去也曾經擔任過 都發局副總工程司 因此認定邵秀沛扮演關鍵角色 然後法務局更直接說 都委會沒有創設容積的權利 主席又做別的才死 又是告訴金華城說 你只要怎麼修怎麼修怎麼修 案子從頭到尾都進不了都委會 如果沒有他的交叛 游淑慧也透露 曾私下跟邵秀沛談過 認為金華城案有幾次會議 問題頗大 隨著關鍵證人陸續被羈押 柯文哲和邵秀沛 還保有自由聲 不排除也是檢方策略 三線新聞 邵文言陳奧文台北常常報導 但在吳寶請回之後 今天上午柯文哲也公開受訪 談到昨天北檢沒有抗告 他批評 根本是在動用全部的國家力量 認真研究柯文哲自己在編故事 甚至開槍民進黨 變成了新的黨國體制 不過一被問到 為什麼金華城案容積率高達840% 他事前並不知情呢 柯文哲對此就反槍 前都委不要來放馬後炮 而且責任不能都推給同一個人 這樣的說法就被立委無事要批評 難道是害怕自己涉案被檢調查出 才要放話鬥湊司法體制 來轉移焦點嗎 沒有信任不能在這裡 我要跟人講這麼多 吳寶請回後 柯文哲首度正面回應媒體提問 前一秒才說不能講太多 但還是忍不住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義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你知道嗎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民進黨變成新的黨國體制 這個國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 不只炮口對準民進黨 柯文哲更開槓檢方編故事 不管是硬碟或全部收走去 你們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以後在非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臭臭臭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柯文哲會不會針對於 他的硬碟資料感到特別的敏感 包含裡面會不會有相關的 金流或會議紀錄 我認為我們一切都要靜待看 檢調調查 這一罵整整四分鐘 但被問到金華城容積率 態度轉手鏈 不然你去找所有記錄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替那個邵修佩講一些公道話 如果一個公文 如果那麼多人簽字 到最後不可以把責任全部 推給某一個人 我看有些人其實太低重 儘管在場媒體依舊滿滿疑問 柯文哲頭也不回直接離開 但被當成劍拔 民進黨立委隔空反擊 演出這一齣鬥臭台灣司法體制的爛哽爛戲 都只是為了自己害怕他們的涉案被剪掉 清楚的查的水落石出 吳寶請懷後 柯文哲火力全開 炮打民進黨 但對於金華城爭議議題 似乎人必中九輕 參數黃仁波時川台北採訪報導 但這次柯文哲歷經了69個小時 征訊開庭之後 重獲了自由聲 一走出北檢 一連哽咽 講了兩次 謝謝法官扛住全部的壓力 而他口中的法官就是這一位 承審了金華城案 有著北院劉德華稱號的法官 朱嘉義 而且他是強制處分專庭 最資深的法官 過去四年前曾經侦辦了立委貪污案 一口氣壓了三名現任立委 沒有想到這一次裁定 吳寶赤回柯文哲就成為了劍拔 因為梅田周玉寇就開炮 柯文哲說自己對都委會的相關事務不知情 不具備相關的專業 法官怎麼對柯文哲說法全盤買單 難道是活在象牙塔吳郡氏里 像個傻白田一樣嗎 他非常震驚 但對此前北院法官孫政華特別強調 無論如何法官還是看事實證據為主 而且接下來北檢如果抗告成功 朱嘉義就勢必得迴避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重獲自由的柯文哲走出北檢 一連講了兩次感謝法官扛住壓力 阿伯口中說的 就是這次放他自由的北院劉德華 強制處分專庭最資深的法官朱嘉義 最終踩信柯文哲的不知情說法 裁定無保賜回爽了小草 卻中錯減連士氣 資深媒體人周遇寇臉書開炮 朱嘉義面對柯文哲打了哀兵牌 說自己不知情就束手無策地投降 全盤買單 質疑難道判斷是非新政的辨別力都沒有嗎 婦產科名醫施錦中更透露 同事對於裁定結果氣到睡不著 四年前立委收賄案朱嘉義 53小時馬拉松的審理 當時一口氣壓了蘇正清 廖國棟 陳超明 三名立委 創下司法紀錄 這次偵辦金華城弊案 壓了彭正生 卻放了柯文哲 有可能是受到場外小草或是輿論影響嗎 重大案件的經驗來說 其實都有一定的SOP的對應流程 一切還是以事實跟證據 所呈現出來的客觀形狀 作為主要的判斷依據 北檢若提抗告成功 朱嘉義就必須得迴避 會看當天值班法官是誰 直接接手審查 法官的新政備受矚目 畢竟金華城弊案 不僅牽扯百億利益 結果更可能引發政壇動盪 現在是王宜軒 陳突太報道 但針對金華城安持續升溫 過去跟柯文哲關係還不錯的 前立委高嘉宇也說話了 他的演出 看起來柯文哲身邊 滿滿的金華城關係人 從前監委劉德勳 到後來應小微助理 吳順明等人 都在神經金相關公司企業來任職 而且還包括了 前台北市長黃大舟 也是擔任了金華城董事 當年支持百分之五百六十的容積率 還有這前北市的 都發局長黃一平 在他任內核發了百分之八百四的 超高容積率 幾乎是從上到下 分工非常的細膩 形成了縝密的保護傘 最後連柯文哲也四頭羅網 到了神經金的桃珠影園 去唱歌影宴 但是律師也點出 正因為這層層的關係 真的要突破這個保護傘 恐怕不容易 2015年 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出面接待監委 到北市府驗收施政成績單 其中這位時任監委 劉德勳也被質疑 在金華城閉案中有角色 沒有特別 我們想我們委員 各自有各自的關切的地方 好龍斌時代支持金華城 392%龍機率 但就在柯文哲上任之後 時任監委劉德勳主動接手重新調查 打破好龍斌任內392% 對北市府提出糾正 認定龍機率應該上修到560 劉德勳卸任監委之後 2023年3月到審慶金底下的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擔任董事 審慶金的一貫的手法 利用某些藥角 或者是在獨省委員會 或者是在監委裡面 放自己的人 監委當初有沒有收受 任何的不當得利的資源 柯文哲被質疑 蓋章決行 讓金華城案開綠燈 交辦副市長彭震生 擔任金華城案專案經理 過程中 還曝光議員印曉威開協調會 議員助理吳順明 一邊擔任 沈慶金的趙新開發顧問 一邊替金華城案 給出專業意見 施壓都發局 另外柯文哲也被質疑 還任命威金集團 特助黃一平擔任都發局者 後續核發金華城 840%龍機率 都委會執行秘書邵秀佩 目前也被檢方列為 關鍵共犯 是沈慶金包圍網 都在柯文哲的身邊 而柯文哲自己 也跑到桃豬影員 去跟沈慶金唱歌祕會 從上到下祕不可分 正因為層層關係 律師點出要突破保護傘 恐怕不容易 金華城案盤根錯節 連檢利拼 在繁雜的政商蜘蛛網絡中 找出破口 三立書有林博漢 日文太棒了